畫面中可以看到一輛紅色轎車突然偏移 絲毫沒有減速直直撞上分隔島 當時沉土飛揚轎車也因為撞擊力道翻覆 在地上旋轉好幾圈才停止 自撞事故發生在19號下午3點多 56歲黃信駕駛行經台二線北上140.8公里處 疑似疲勞駕駛一時恍神自撞分隔島 這一撞不僅車頭幾乎全毀 路數標示牌被撞斷 分隔島的水泥石塊還被撞到破損 可見當時撞擊力度 所信照室駕駛只有頭部挫傷意識清楚 送醫後沒有大礙 而警方到場時發現男子並沒有酒駕情形 詳視照室原因還有待釐清